一人卢靖山有着亮眼的外形 精致的混血五官 深受粉丝们的喜爱 他与韩根结婚后于去年底生下女儿 而生产完约半年的他 竟然登上中国实境秀《乘风破浪姐姐》第四季 除了要上台演出 他还要照顾刚满六个月的孩子 节目中卢靖山在表演一结束 就匆忙下台 向工作人员透露自己感觉去喂奶 后来发现孩子哭了连忙内疚的道歉 表示自己尽力赶来了 参与节目的秋辞胜及贾靖文 也对于他才刚生产完半年 就带着小孩来工作的举动 表示十分佩服 节目片段播出后 有网友对此表示不理解 质疑韩根没有尽到做父亲的责任 不帮忙照顾小孩 然而也有网友认为 小孩才六个月大 还在喝人奶阶段 当然无法离开母亲 如靖山即便带着小孩 也不放弃出演的机会 是真的十分惊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